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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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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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无本师释迦牟弥佛 我们尊敬的元军师主持和尚 尊重祝道法师慈悲 我们在座的各位法师 各位护法居士 大家好 阿弥陀佛 首先要谢谢我们住持和尚 给了这个默学这个机会 来到我们满地可以元军师 来跟各位分享一些学佛的心得 那在我们大乘佛教 非常重视的所谓的菩萨道 那当我接到 所以来到我们加拿大这边 来跟大家弘法来学习 我心里就想到这个观离菩萨道的修行 一直以来是我们大乘佛教 在弘法立身的过程当中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修行过程 但是从佛法的角度来谈 除旧禁地本无大小之分 但就从方便上来谈 有他的善巧姻缘 故有大小之分 那金刚经也提到 一切贤圣皆与无微法人有差别 而这个无微法所谈的 就是智慧的深情 一个人的智慧 凡夫有凡夫的见解 跟圣者乃至菩萨的见解 全然都不同 所以有所谓的凡夫 走向成佛这一条道路 我们就称它为菩萨道 那菩萨道 支持菩萨道 学习直到成就的力量 我们就成为菩提心 不论你现在在修行佛法的课程内 是什么法 不论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夫法 乃至我们弥勒菩萨的这个洞帅净土 或者是耀师佛的流离净土 乃至我们所有世界 我们释迦摩尼佛 大道的修行 不管是哪一个净夫法 都不能离开的菩提心 也就是你假如 缺乏了菩提心的力量 以切法是没办法成就的 所以菩提心 你有比较世俗的角度来谈 就是所谓学佛的动静 比较粗浅的世俗的角度来谈 就是动静 你的动静是什么 你的动静的存正与否 它直接关系到的就是你的成就 你的智慧 你的动静正 也就是我们所谈的 你的阴地发心是正确的 你的国地的成就 也自然就是圆满的 假如你的阴地发心 是瑕疵的 有问题的 动静不存正的话 那整个你成就结果 自然也就缺缺圆满 所以一开始我们先了解到 何为大乘菩萨 或者大乘菩提心 也就是我们从一般最基本的 有肉有所求顶 所谓的贪求世间的欲乐 或者贪求来世的果报 从有肉有所求顶 因缘而转向为 无肉无所求的 这个过程的这个动静 我们就成了大乘菩提心 因为一开始我们学习 也许是有弱点 不管我们现在 在怎么样的一个 学习的条件事下 一开始都会是有所求 慢慢地呢 因着佛法的宣秀 感受到佛法的慈悲 感受到世尊的智慧 而让我们开始了解到 有所求结为生命法 有所求 是有弱点 不究竟的不圆满 因此呢 我们会透过佛法的一个智慧 开始让我们 懂得学习放下 懂得学习走向圆满的智慧 在这个舒服世界的过程当中 有众多的考验 有众多的生命现象 但是唯一不便利 就是佛法的智慧 能带领着我们 走向圆满 这个所谓的圆满 是菩萨道的成绝 所以一切贤圣 基于无违法而有差别 就是从凡夫主向成佛 怎么脱胎万骨 那在从这个 我们天台中里面所谈到的 所谓的众生本具足佛性 乃至 每一位众生当中 你所谓的是有菩萨 有所有菩萨种性 有所有的身文种性 有凡夫种性 一切种性之不同 是因为他的行器 而不是他的佛性的差别 是行器 比如说 出生到 就是出生到 那所谓的出生式 人之所以为人 有人的根本 为人的条件 跟他的福报 天人之所以为天人 也有天人的福报 跟他的智慧 菩萨也有菩萨 因此我们要先了解到 在修行大正法 所谓的大正法 不只局限 你应该是修天台中的啦 或者是华言中的啦 或者是净土中 不管你修哪个法 都是要回归到 所谓的净土 而这个净土 不是只单独谈理 极乐世界里 民同净土 总的言说 谈的是我们的自信 庄严的净土 所以要先跟各位来谈谈 大臣普遍心的动机发心 他的形象 我们所谈的他的象征 到底有哪几个种类 那我们才能够从这个过程当中 去了解去检验 我们目前的发心 是属于哪一队 就是要分别类 了解到我们目前的动机 现在属于的是凡夫的动机 还是外道的动机 还是人天秤的动机 还是神明秤的动机 或者是菩萨的动机 有些人已经发了菩提心 但是所修所行 不一定是菩萨道 有些人也许还没有发菩提心 还不知道怎么发菩提心 但是呢 他已经开始在行菩萨道 但是缺乏了菩提心 这个菩萨道就没有办法救进圆满 所以为什么要受菩萨戒 为什么要受菩萨戒 我已经有在行菩萨道了 不一定要行菩萨道 不一定要受菩萨戒 就好比有人问啊 在家出家都可以修行 为什么会得选择出家 同样的道理 在家出家都可以修行 为什么要选择在家 动机 你执着的哪一个不肯放手 你就因为那份的执着 而我们没有办法超越自己 那个所谓习惯性的思维 所以我们来就了解到 这个 从祖师们的教导当中去了解 菩提心的种类有哪些种 以我们这个圈发菩提心文的洗南大师 先来介绍洗南大师 他是我们清朝康熙年间的一位 我们净土宗帝 第九代祖师 那也有人说他是第十一代祖师 那不管如何 那就是因为我们在 净土宗当中得高望重的 我们净土宗的祖师 他当时呢 因为在康熙年间 到了这个顶坡阿渝王室 去主持一场 师尊的这个所谓的涅槃法会 的纪念法会 当时的与会声众 包括信众 将近有四千多人也会参加 所以说是非常的热闹 也非常的这个所谓的状怨 但是洗南大师呢 当他在主持这个 涅槃法会的时候 他内心有很多的感动 因为他看到了 有身众 也有信众 同样在佛门的 誓愿当中 但却有不同的 对法的信念 有些人的动机纯正 有些人的位移 已经偏移了 有些人的肢见 一定跌倒了 但他却还是怎样 被称的是个杀猫 所以当时的这位 洗南大师呢 他很有感动 所以他特别 谈了这一部论 称为劝发 劝导 发动启动 发起 菩提心 因为他看到我这么多的 修行人在家出家 同聚于佛门 但却对菩提心 的认知 却是 没有一致心 而所有的没有一致心 就是万事的菩提心 那整个的修行 那整个的修行 就会面临了很大的考验 所以当时呢 他看到了 宇会大众有四千多人 但却是怎么样 这个 量又不起啊 他看到了佛教 要能够尽法久住 要能够推动菩萨道 绝对不能缺少的 菩提心 尤其就与我们现在的 各方面的条件 生活条件也好 居住的环境条件也好 跟早期比较起来不差很多 照理而言 环境条件越好 应该修行更无怪 应该更容易成就 但是相对而言 却不如此 早期的条件 我们中部佛教 早期的祖师们的生活条件 各方面 都非常的欠缺 但却他们的道心 是这么的坚固 不论面对什么样的困境 他们都可以 因为佛法的智慧 而一一的超越 那我们现在呢 各方面的条件 我们谈在台湾也好 在台湾的这个 这个寺院呢 各方面的条件 比早期比较起来好 但是修行的那份道心 是否有提升 我们说谈的道夫 那我们今天过一个大臣 佛教的修行人 我们对大臣的菩提心 有没有掌握住了 到底我们的心 所有大小之别 他的重点在哪里 大是大到什么程度 他们就是那个东西 因此呢 那个喜南大师就是在阿维王室啊 他特别的 谈到了 劝发菩提心 这个劝 劝发 劝导呢 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是什么 自己 自己首先要告诉自己 我自己都没有办法 对菩提心 产生的感动 我如何确讨他人 对菩提心 产生感动 今天佛法之所以很尊贵 在我们修行人身上 你就看到尊贵的那个条件 跟感动 你才能够引导他人 就好比食物 好吃的东西 你吃了好吃 你在推荐别人的时候 你在推荐别人 这个食物一定能老吃为什么 因为你 你亲身体验过 他的好 所以你非常肯定的 你可以推荐给他人 你不会怀疑 假如你自己吃食物 都不喜欢吃 我也觉得这个不好 当你要推荐给他人的时候 也许你很心虚啊 这好在哪里 你自己都不想要的 那既然好的 那我们应该要把他 做门别类 了解一下我们的动机 所以洗脉大师他谈了八个 菩提心的相状 邪正尊为大小偏远 分了这八状 他先了解到动机 他谈到了现在有些修行人 虽然都谈的是菩提心 也谈的是大成法 但是对这个大成菩提心的内容 要先了解到 所以首先他第一个 要先了解到菩提心 从本身所要称呼菩提心 的几个重要的条件 第一个就是控正见 第二是大悲心 第三个是无所求 要先具足这三个根本的条件 才能让菩提心掌量 假如缺乏了这三个条件 菩提心是无法成就 第一个要控正见 就是大成行者 最根本的根本之空正见 空性智慧一定要先具足 就是安住的条件 像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谈到的 这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非谈 本来无一物何处的成 那本来无一物就是所谓的空正见 他本来无一物是否认了 所有的一切都不存在 而是了解这所有一切都是因人和合有 但是他的究竟意就是空性 体相本身就是空 已有空一故 一切法得成 所以这个所谓的安住 没有偏离的空正见 那你的大悲心 你的大悲心的力量 缘起大悲心 所以以大悲心为上手 就是为作用根本重要的 菩提心离开了大悲心 这菩提心也产生不了作用 所以菩提心以大悲为上手的条件 来调伏他的什么 烦恼跟知觉 当我一开始在行菩萨道 在学习佛法的时候 难免会多或多或少 会有障碍 会有考验 乃至会有烦恼起现行 烦恼来了 你怎么调伏烦恼 连强烦恼的根本的功夫都没有的话 我们如何劝导他能行菩萨道 又如何告诉自己能行菩萨道 所以要调伏就是大悲心 大悲心才能够拔除众生的苦 也才能够拔除自己的苦 所以大悲心是为了调伏自己的烦恼心 所以以大悲为上手 那无所得无所求为方便 只要能利益众生的 只要能够帮助乃至成就他人的道业 我们都以无所求的因缘而去成就 如果你有所求你就会很痛苦 你也会很不自在 相对而言 在有所求的因缘条件之下 你会到处挂矮 你会到处起烦恼 所以先了解到 这个菩提心先要具足 这三个根本的信念 控正见 大悲心 跟无所求 之后才去了解到 这八格的状态当中 我们是属于哪一个状态 我们要怎么样调整 把错误的 把它降伏 把正确点 以具足的提升 所以这个动机很重要 在谈到这个八格的状态 有这么一个公案 就这个公案有异己同公之妙的那种感觉 就是在禅中当时有一位禅师叫做 有德禅师 有德 道德的德 有德禅师他讲经说法 可以说是非常的涉重 他坐下来好多好多的身性恶重 在家中也有出家中 来听他说法 都非常的受用也非常的感动 其中他有一位师兄叫做有心 有心法师 有心心脏的心 菩提心的心 这有心法师呢 他每天都看着这个有德禅师 在讲经说法 这么多人恭敬他 这么多人对他 这个学习福法 他心里也想 改天我也可以来学习 学习这个弘法利益众生 他是这个有心法师 有心禅师 他后来也是一个大修行人 因为他出家之后 不小心他的眼睛有受伤 所以他是独眼龙 但是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眼睛受伤 那有一天呢 这个有德禅师呢 要外出弘法 外出弘法 要很晚才会回来 结果那一天呢 誓愿就放了香 放了香 这个有心禅师呢 就自己呢 在扫地啊 出破啊 结果呢 在那个时候啊 有愿远道而来的信众 慕名而来 要来亲近有德禅师 想要聆听禅师的说法 结果他不知道那一天 这个大和尚不在 这个有心禅师啊 他自己在家 他心里就想 好那既然来了了 就来试着试着的让 来学习佛法 结果这位呢 这位信众呢 一近伤了 你看到这个 有心禅师呢 哇 哇 很恭敬的 人家为 跟他请求 就先比一个字 这有心禅师 奇怪 他们知道我一个眼睛 一直比 还比这样 一个眼睛 有心禅师呢 心里很生气啊 对啦 对啦 你两个啦 你两个眼睛 我一个眼睛 哇 这个信众呢 很恭敬的 哇 又比三 哇 很散散的 意思是说 这个有心禅师的信众 嘿 我就说你两个呢 你还故意说 我们两个家 只要三个眼睛 很生气啊 握几圈子 准备要打他 当要打他的时候呢 这位信众呢 就赶快 人家顶礼 哇 心里就想说 哇这个真是有修 真的大修行人 很开心 觉得今天来很受用 就一点点就赶快了 这个下山 哇很开心的 回去的时候呢 碰到了有德禅师 哇 就很恭敬的说 这名师出高徒啊 说有德禅师啊 你果然教育得真好 怎么啦 我刚刚呢 在山上啊 在寺院啊 就亲近了这个有心禅师 我跟他请教佛法 他真的让我很感动 我一进门呢 就问他呢 佛法是最专严的 对不对啊 用彼得嘛 那彼一啊 有心禅师呢 他马上会有 除了佛法以外 还有法法跟神法啊 所以他比二啊 他比二啊 这个信众呢 他觉得可能他 所以呢 佛法神三法啊 三法的办 三足点滴 不可切割啊 哇 他马上来握取缺统 告诉我们 静在不言中啊 哇 我马上点滴啊 哇 这个有德禅师呢 这些人就想 什么时候我的师弟啊 这个来一边的佛法 怎么休息的这么超越 他还不知道 好 那你有感动就好 你有受用就好 有德禅师呢 就回去了 回到寺院就看到这个有心法神呢 哇 他那边怎么看 气呼呼的 哇 很生气啊 一进门就说 你那个信众怎么教的啊 一进商门就看不去我 就多离开眼睛而已 我就气得要 就回他对了你两个眼睛啊 那我跟他回答了这样 他还不开心的 还跟着跟我讲说 对对对 我给三个眼睛 我们两个加起来三个眼睛啊 我马上握取圈 就要打他 结果他跑了 他说有的禅师就说 哎呀你看看 有时候都表说行贵错意啊 把佛话给他看 弄错了 结果 在这样的一个公案里面啊 他凸显就是 我们对法的知见 你的知见错了 你的行为观念错了 你的认识就跟着偏差了 你的观念知见对了 法的知见确立了 那你的修行 你的行为就跟着就对了 虽然两个都在用手柄在对话 但是怎样 这个知见 是没有办法这样伪装的 所以有心法师的 他本身对法的知见 没有办法去深入的去了解 没有办法了解到 学习佛法那份动静 但是呢 学习法者的那种恭敬心 并没有因此而影响了 他对法 对三法的恭敬 换言之 我们平常每天在寺院里面 看起来好像每天都离佛很近 假如没有办法好好的 因于法的正见而学习的话 看似离佛很近 实质上离佛很远 一念之间偏离了 有些人也许远在三门之外 但是他心碎信念的众生 信念的自己的道念 他是离佛越近 所以离佛越近越远 是你对法的之间的真理 对不对 也有这么一个师尊在 因缘品 因缘部 这个我们大仗经里面的 这个因缘部里面 有谈一个功 这五个手指头在 在争吵谁的功劳最大 这大拇指就说 我的功劳最大 因为我要称赞任何一个人 最伟大的都是竖起大拇指 这是最好的意思 这是最好的意思 那食指就不认为 食指认为怎么样 你不是最伟大的 最伟大的是我 大家在煮菜 要尝一尝味道好不好 都买用食指 所以他名为食指 味道好不好 没有去尝试这个食物的味道 你们怎么有这么好的一个生活条件 品质 我也是功劳最大的 那种子 他就不这么认为 他说 你们两个都不用查得我最伟大 他们要在一起 要定情 就是挂在戒指 不知道这里是怎么样 戒指就怎么样 挂在无名指 代表什么 许定终身 无名指很重要 这个大拇指 十指 中指跟无名指 讨论到叫小指 小指头就没有作用了 小指头 默默无言 但是呢 他就跟他四位兄弟说 我不知道你们伟大在哪里 但是只要到中一合掌 我是离佛最近的 那谁最伟大 离佛越近的 越接近真理的 符合于真理的 您的之间对了 没有什么好争论 一合掌 小指就说 合掌的时候 我是离佛越近 还蛮有道理的 佛统来当时 就是在跟比丘民谈问道 当每一个人 在您的团体当中 你有所求 就像这个蒙子 十指 中指跟无名指 在争论 在争吵谁的功能 有所求 你就有所痛苦 有所烦恼 你看什么就不是你 为什么 有所执着 你就提了真理越远 只有无所求 才能够以善巧的方法 而安住 和休息 不然你有所争吵 我为这个道场 我为这个誓愿 我付出了多少 我牺牲了多少 那你所看到的是 你自己的烦恼跟执着 如果一个无所求 我们的世尊 我们的世尊当时 王位不做 太子不做 透露于修行 去寻找一个能令大众能解脱的 修行方法 舍利了世间的荣华富贵 他从来没有经销过 他从来没有经销过 他反而更清楚的 要令众生得解脱 这必当然要这么做 我有怀疑 时间那么快 我还没有进入呢 稍等一下 这个 佛陀在 两千多年前 一直强调着 学习佛法 的智慧 一定要依附于大悲心 菩提心 所以大乘的菩提心 道性很重要 那这个 大乘的菩提心 我们行当大乘 它把它分为八种 但这八种是在 谨卑它的 方式 你的动机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去检验 我们的动机 第一个 要谈到 现在有些修行人 只 贪求民力 民文力量 或者追求外援 攀援 不救自心 这个 没有去参救 参透自己的 内心里面的智慧 心往外去攀援 所以这样的发现 名字为邪 邪 邪 不救自己 错误的 因为它的动机 是为了 明 明文力量 追求明 追求力 还是追求一个身份地位 去长养自己 重来 重来它所做的一切的一切 只会让它离佛越远 因为它的知性 动机本身就不正了 这个 在禅中有这么一个公案 老猫挂念做假修行 老猫 猫很喜欢吃老鼠 猫吃老鼠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这猫看到老鼠一定吃 有一天这猫 年纪大了 跑不动了 追老鼠追不动 就跟老鼠 跟老鼠 跟老鼠们说 跟他们宣布说 你们都不用害怕 我从今天开始都吃树 我再不吃老鼠肉了 他说他开始要休息了 所以他每天就坐在树下 看着这个老鼠 这个老鼠鼠王 带着他的子子 就从他面前这样走过去 走过去 还真的很慈悲 都不吃 结果他都抓最后那一只 这个老鼠就把他的子子 一个一个这样 就从他面前这样走过去 老鼠王 就嗯 还真的吃树 很慈悲 他就坐在树下 这老猫啊 猫啊 坐着有模有样的 可是呢 有一天这个老鼠 这个鼠啊 发现 奇怪 我们家的眷属怎么越来越少了 奇怪呢 子子孙孙一天一天少了一些 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有一天的老鼠啊 这鼠王啊 就坐在树下 远远的去看这个老猫他搞什么 哎呀 让他发现真理 原来的这个老鼠都从这个老猫啊 前面走过去的时候 他前面都不动 我吃树 我吃树 到最后一只他才把他抓起来 吃掉了 都吃最后一只 原来如此 他家的子子孙孙啊 为什么越来越少 原来最后一只都被他给吃掉了 所以财中的公案就这么一谈 老猫挂练出这假修行啊 动机不对啊 装在你的样子 看似个修行 但实质上面 动机不对 叫做贤 所以醒来大师也跟当时的四千多位的深重谈道 你的动机在哪里 假如你没有去参作自信 只是往外去攀免 我要怎么做对我有利益 我要怎么做残透掌养我的名声 掌养我的地位凸显自己 这样的发心和修行 都名之为邪 邪念 邪见 拼插 所以一开始要先了解动机对不对 我们都了解到修行 不执着明根定 那怎样不执着明根定呢 就是要谈到第二个 明之为正 这是哪里 不追求文化富贵 不贪求名利 只求自救 就是也救了救 只救自私 明之为正 这样的发心才是正的 我们知道世间的明魂力量 不可爱 但是你的修行会因为你的 各方面的条件具足 明跟地会跟着来 我记得 我刚出家的时候 看到了有信众 拿了一些供养 拿了面包 拿了食物 去供养老和尚 我那时候当 还是个小商 一直在扫地 很奇怪 心中就从我面前把面包 就这样带过去给老和尚吃 就不给我吃了 我心里就滴滴滴滴的 我扫地扫得要 一定流汗流的那么多 都不给我吃 送进去办公室给老和尚吃 心里就讲说 要公平啊 要平等布施啊 很会讲喔 有一天就去问老和尚 我说师父啊 你都教信众要平等布施 可是信众都拿着面包 从我面前走过去 只有你有吃 我没能吃 他老和尚说 你就扫地再扫个十年 你又吃不完的面包 你平常你的用功如何 你的功夫如何 你的福报都跟着来 道理是一样的 假如你只觉得说 当下我为什么没有得到好处 那你的心就会骗 当你的修行 像老和尚这样 他为众生 为誓愿 为道庆再付出 相对而来的 他的福报信众 对他的父子就跟着而来 但是一切对他的供养 他毫不难做 为什么 只是借此机会 让信众来接近道场的时候 为他说法 方便的说法 我相信这些大长老 大老上面 不是为了看出多少的供养 而是能够这么做 能够带动信众对法的号要 能够恭敬三宝 所以 寺院里面的一些的责任 老和尚就要承担 就像我们现在我们的主持师父 要承担寺院的这么多的责任 我都觉得很了不起很感动 我自己在台湾那个小道场 我都觉得蛮辛苦的 三个地方 而且都这么远 我偷偷地问他 那是哪一尊菩萨来释现的 等他告诉我答我 再来告诉你们 很实际的 这是一种感动 真的不容易 一个人的生活条件 居住的环境 吃的条件 各方面 我们都很容易满足 尤其是出家修行 是很容易 是很容易就满足的 只要吃得饱 只要能够吃得饱 能够睡得好 别无所求 可是为了大众 为了寺院 要到处奔赴 的动静在哪里 就是菩提心 不畏名不畏意 但是又继续为众生福 所以有时候 假如你用事实的角度 去看一个休闲 你本来很多看不准的 你别以为出家法师很喜欢 你不能到处跑啊 到处这样 参加这个法会 我长养了自己的名气 不会的 不需要的 为什么 为众生 不贪求名利 但为众生得利苦 使发心为正发心 所以要先了解到 你的发心动机是 为菩萨道 为菩提心 有所求 有所求就偏了 首先先了解到 正的菩提心 假如你还很计较 很care 第二个 你这个 你现在的名跟利 我做了多少事情 我付出了多少 我能够得到多少 如果有此动机的话 那都需要调整 你的这样的动机 不正的 不正的 第二个呢 所谓的正发心 跟为就是假 何为真发心 我们就已经 要发菩提心了 何以还要分为真跟为 我们刚谈到的正菩提心 是不追求名跟利 但求自信 但救自信就是要求解脱 要圆满我们的自信菩提 要先把确立正确的方向 正确的方向 正确之后 真不离心 我们了解到 在大乘法里面 谈到的 要成为要三大阿乘其极 闻佛道 满成心 不畏惧 闻众生 蓝条蓝辅 不退缩 这两个条件具足了 才名为真发心 一开始我们的动静也许是正的 但是众生的考验来了 境界来了 你也许就开始起烦恼 我不做了 当兵有逃兵 出家休息没有逃兵了 半路逃跑了 那种发心都是错误的 所以那个真发心 闻佛道南辰不退缩 我畏惧 闻众生比较南辅 也不厌倦 此心为真发心 佛道南辰 但是不害怕 为什么 一天也是这样过 深深深四世 能够呢 亲近于佛法 亲近于善知识 当然就不会害怕 我们怕的就怕 没有善知识 没有佛法来引导我们 所以呢 我们要先把正菩提心 确立好了真菩提心 碰到烦恼来了 也许众生难调难辅 你会厌倦 但是菩提心就恰恰告诉我们 佛道难辅 不畏惧 众生难调 不厌倦 你不能去讨厌众生 你不能去叶怒众生 但是成为一个修行人 也许有时候在弘法立身的因缘 或者在推动法护的因缘 会有所谓的怒怒相 会有所谓的呵斥 但是这所有的一切条件 是以大悲心为上手 为什么 是为了调伏众生而示尽 不是因为厌恶众生 讨厌众生而生气的 不一样啊 因为那个师父又在生气了 他不会那么无理 有一些大夫跟你生气的啊 是为了某一个因缘 要调伏我的烦恼 而视线怒目向 而不是因厌目众生 而起怒目向 不同 所以要蒸发菩提心 佛道难辅 不退缩 众生难调 不厌倦 这才是真菩提心 这才是真菩提心 有些人很假 什么样的假 有过 不敢 有罪不畅 这样的发心 这样的发心 是假的发心 明知道自己有错 还说我的错 是因为别人给我的错 我才做错 一味的把自己的过世推给别人 不可能真正的去看到自己的过世而改变 所以 这样的话 不管你怎么用功修行 你永远没有办法解脱 为什么 所有的错都是别人 所以 所以使难大师才说 持发心 为 为发心 为 一个人 一个行为 是错误的 有过 不改 有罪 不惨 其实我们在生活上难免或多或少会碰到这种问题 我今天会之所以也会有这种过失 都应该别人诱惑我 把责任推给别人 就像我们有时候在开车 前面闯红灯 自己的闯红灯 也知道闯红灯 前面那一个不闯我就不会闯了 都怪给前面的那一个 因为我看到闯红灯 所以我就跟着闯 都不会说自己闯红灯 当时我就不闯红灯就好 可是就是有那种侥幸的心灵 没有人看到警察婆就说到 我有过失众生没有知道 失误也不知道 没有你骂就好了 自己有没有过失自己清楚 如果你一直保护着自己 有故不改 有罪不差 你只要让你的福报越来越少 你会只要让你的善知识 让你的同参道离得你越来越远 为什么 因为在你身上得不到法喜 就不会再相聚在一起 只会离佛越远 所以我们首先要先告诉自己 既然是真菩提心 直到佛道难逞 不畏惧 众生难挑不厌倦 但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有过当改 有罪当餐 那你的菩提心才会长长久久 不然的话 所有的过失都推给别人 甚至会动不动 就说以前都可以怎么样 现在就不可以怎么样 佛法谈的因缘 很多时节因缘不同 但是只要能令众生得安 我们能令众生得解脱 此法就为善巧之法 我们就必当要去遵守它 所以邢安大师在那里 就告诉着我们 我们要畅处 我们那个很容易伪装自己的那个态度 假如你没有把它调整好 我们很容易的就会把所有的过失都 都怪在别人身上 甚至自己做不好 还怪他老师没有教 师父没教好了 从来没有 没有好好的去反省自己的用功的态度 对还是不对 但是有时候 我们身为一位修行者 我们自己当人家问你 你是佛教徒的时候 你会不会因为你是佛教徒 会看到光荣 今天之所以成为佛教徒 之所以光荣 不是因为伟大 而是因为有慈悲 是因为有智慧 看到佛陀的慈悲 看到佛陀的智慧 而让我们再跟着学习 所以我们会感觉到 我有故事的时候 我过去不知道 我现在知道 我马上调整 你会觉得这是一种 在修道上 可以感受他的一种 智慧的力量 因为佛陀的智慧能力 能力让我们改变 力让我们去恶 向上 所谓的 能够以回小向大 这就是所谓菩提心 要具备点 假如欠缺了 纵然有很多的故事 都一再的怪罪在别人身上 怪罪在条件 有些怪罪在气候 怪罪在环境 怪罪在身边的一切的一切 就从我们佛法的角度 修行上来谈 我们今天学习佛法 会有这么多的考验 也许是我们累劫的福报不够 我们要多修福报 也许是我们累劫的 这个所谓的善与不具足 我们要多广结善与 不要把过错 怪在别人身上 所以有过要改 有罪要参 你的菩提心 参不持续 那我们也先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再来继续把后面的课程 把它谈担担 好 大厂前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